去年8月在乌克兰军情局的协助下 驾驶米格八直升机 叛逃乌克兰的俄罗斯飞官库兹米诺夫 在这个月13号 全身满布弹孔 倒卧在一处地下停车场 投奔自由成功后 库兹米诺夫不忘对俄罗斯同僚喊话招降 隐姓埋名在西班牙生活 传出当时和他同机的两名同僚 因为拒绝叛逃 以下机就被乌克兰军方击毙 让这名飞官不只成了普丁死亡笔记本上的头号叛徒 还被俄罗斯国防高层直接下打 无限期追杀令 西班牙官方虽然低调回应 但是凶险的车辆就在死者住处不远处烧毁 湮灭证据的说法利落 让各界怀疑就是俄罗斯安全局 与干员所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